最常还有狂喜新冠流感齐发 台大医院急诊大爆满 周二上百人住院 撑到周三还有71人等不到病房 天气冷很多人根本懒得跑厕所 但有影片曝光憋尿的下场竟是这样 60岁的周大爷憋尿时间长 忽然上厕所松懈下来脑神经亢奋 导致心律失常而猝死 女奶奶因憋尿大面积脑出血而猝死 影片说40岁以上憋尿就有风险 一是警示老人家憋尿的确有心律失常 或是脑出血的风险 憋尿会引起的血压的升高 心里不整当然也是有可能 憋尿其实都是属于一种内缘的压力 但固醇斑块 它会分布在我们的血管里 脑部的血管 那突然塞住了 当然有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脑中风 一是说有肾脏病 糖尿病跟高血压的人 若憋尿还容易有这种意外 憋尿到一定程度 释放出来的时候就会晕倒 就是跟那些米酒神经的反射是有关系 恐怖有时候就是因为昏倒了撞到头 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会发生 游医师提醒霸王寒流后 加上流感升温 扫兴重演2016年春节急诊 瘫痪的噩梦 而要分辨是否急需就医 有人列出若只是干咳打喷嚏 可能是空污或者之过敏 如果外加打喷嚏流鼻水 感冒几率高 若再加上全身酸痛 虚弱轻微发热 可能是流感 若是碰上高烧呼吸困难 先做快筛 因为扫兴是新冠病毒 如果是这种咳嗽 不会说有发烧 头痛 喉咙痛 如果同时有一些疲倦 头痛 尤其喉咙痛 全身酸痛 就要注意是不是 有一个新的感染 跟一般的过敏的体质 或季节性的那种症状 是不大一样 农历年将至 注意保暖跟防范 才能开心过好年 接着周成梁李一璇台北报道 动物园突然刮来 一阵寒风 黑青青冷到双手交叉 手不断摩擦 皮肤张大嘴 是被冷到呆掉了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黑青青顶着寒风弯腰 捉紧紧 漫步往前走 但还是hold不住 到完全走不动 靠在墙角抱团 取暖盖上毛毯 遇到低温 就算毛小孩也扛不住 冷到全身发抖 牙齿狂打架 口水流出来 也瞬间结成冰 外头踢板太冷 前脚翘起双脚站立 还有这只毛小孩 直接靠在火堆上烤火 结果毛被火点燃 被主人一把拍戏 水屯可就聪明多了 整群来泡温泉超享受 但偏偏这位老熊 站在第一排 直接被竹筒敲头 我来修你嘛 走啊 鸭子总算等到放风时间 但双脚踏进雪里 瞬间被冷到定格 下一秒二话不说 直接钻回温暖窝 你有见过自己开老 我知道妈妈 猫咪同样也会怕冷 但自己会开电冷炉 这简直成精了 有了直接跳上铁板 变成大锅炖猫咪 但可不是每种动物都怕冷 猫熊全身毛茸茸 大雪天照样在外头玩得超开心 还一不小心摔进雪堆里 寒流来袭 人怕冷 动物更怕冷 黑猩猩摩擦皮肤 抱团盖毛毯 毛小孩烤火毛烧起来 猫咪自己开电暖器 水吞最懂得享受 泡温泉全身暖红红 记得红缚人王淑红 高雄报道 外出买东西拿到统一发票 最期待的就是对奖 不过去年六月却发生 台湾首例给奖大乌龙 两千万的账目 竟直接飙到二十亿 华南银行六月更换新系统 不过六月六号凌晨 进行统一发票入账作业 进了栏位整个移了两位 每笔入账 后面直接多出两个零 互惠超过二十亿元 遭今晚会开罚 这次闹出大包 近三万六千笔奖金 直接乘以一百倍 两千万金额变成二十亿 造成一百四十二户受到影响 而华南银行 虽紧急进行账务更正 还是有九百一十八万追不回 截至去年十月 还剩下十四户 共一百零二万为返还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民众呢 他就拿去用了 所以导致说 他们后来在系统更正的时候 当上已经没有钱可以扣了 所以他就只能依照法定的程序 三到五年的时间 制法后十三小时 华南银行才以简讯通知 部分客户已经转出资金 或代扣缴工碑 多了笔意外之财 像是做了场梦 随意领出 恐怕会触罚 民众收到这个款项 一领出来 就会触犯侵占一事无罪 或者是侵占罪 终究不是你的钱 记者结告前尚未收到 华南银行回应 但这次银行却被点出 内控有问题 未进行重大通报等缺失 也让外界直批离谱 记者于申行 陈平轩台北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